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今天呢 我继续给大家这个分讲 分解这个圣经到底讲的什么的话题 那么呢 前面已经讲过六讲 那这六讲呢 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是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第二呢 是认识人的本源和特质 第三个呢 要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 然后第四个呢 是人应该对神的大爱创造富裕的权利 给予应有的婚姻 第五个呢 是明白婚姻的起源家庭婚姻制度 那么第六个呢 要是要明婚姻是由神赐给夫妻双方 是与神所立的约 这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谈一个 就是呢 认识人和人类的本质和罪行 世界上呢 这个影响最大的 然后呢 在这个地球上占主导地位 它就是人 那么这个人呢 现在目前地球上呢 有七十多亿 那分布到世界上 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里面 那么这人呢 有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种族 然后呢 那么呢 其实呢 他的教育水平啊 生活的差别 这毕竟是难大 那么 但是归结到一点呢 这个人呢 我们要圣经里 他圣经呢 他要告诉我们呢 要认识到人类的 共同的本质 还有人类的 共同的本质 那么圣经呢 对某一个具体的人 要这个 就是研究探讨的 非常详细啊 但是呢 他 这个 作为一个群体 那个 在叙述上 在各方面呢 这方面呢 都是比较少 那么在群体的时候 就是在旧约里啊 让这个 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们作为一个 神的选民啊 然后作为这方面 后面呢 会涉及到这个事情 那么呢 我们今天的 重点在于什么呢 我们圣经里 他要想告诉我们 要认识人 和人类的本质 他的罪性 那么 要认识哪些呢 我们说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从 这个人类的始祖啊 实际上是触犯了 神的命令 也可以说 到那个时候 也是神 口头上 告诉他们一些法律的 然后就犯了罪了 然后呢 犯了罪以后呢 那个这个罪呢 因为是始祖犯的罪 就称为原罪 OK 原罪 开始的时候 有的这个原罪啊 那么通过呢 人类的这个繁殖 教育啊 然后相互的影响呢 然后呢 这个一种 作为一种文化性的 就传递给每一个人 因为圣经 它不是物理 数学化学 所以 它是作为这个文字啊 通过上下文 然后呢 通过神学家 然后去领悟神 在这里说的意思 所以在那个 奥古斯丁 这位神学家啊 他就发明了原罪说 对吧 那么呢 这个原罪呢 他就会传递 那么我把它伸展过一下呢 我是说通过人的 这个繁殖 生殖嘛 是吧 然后呢 其实呢 在一种背景下 家庭啊 社会啊 一个区域里 还有教育 在这个人群里呢 彼此之间 也相互影响 对不对 那么这个过程呢 是个潜移默化的 就会传给每个人 你看看啊 我们作为华侨 是吧 那么呢 我们生活在世界 不同的区域 有的在美洲 有的在这个东南亚 东南亚是吧 也有在欧洲的 因为是现在 因为改革开放吧 很多人也是在非洲 可能工人什么的啊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不管走到哪里啊 你呢 这个都有华人 那个文化传统 那么这些文化传统里面 其实呢 就带着人的罪性 而这种罪性呢 可能并不一定是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个其他区域的人所有的 而是这个华人 这个情况 他所带着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就不是一定在这个DNA上 而可能啊 是从这个教育啊 各种影响造成的 那么这个情况呢 他可以说是 代代相传下去 那一致呢 人人都有这个 原罪 有原罪 那么而成为这 带着原罪的这个人 那我们在圣经里叫什么 叫罪人 所以在理解这个圣经里 讲的罪人的时候 不要给这个世俗上 我们生活中 讲的那个犯人 是吧 给他搞混了 这个犯人呢 肯定一定是罪人 而且这个犯人呢 是触犯了现实生活中 一些法律 强奸呢 放火呢 抢劫啊 是吧 经济犯罪啊 贪污腐化 是吧 各方面的陷害 是吧 对都可能了 所以圣经里呢 基本的意思啊 我们要认识这个人的时候 甚至这个人类啊 他的本质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能排 不能不认识到 人的罪性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 神造最早的人 亚当的时候 他这个 就把那个生气 吹到他的 通过鼻孔 吹到他的身体里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 也就是说 亚当最早造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个从这个灵上是死的 而后把他吹上灵气以后 他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最早造出这个亚当呢 甚至从肋骨上造了一个夏娃 在他们在伊甸园里犯罪以前 都是这个圣洁公义怜悯 仁爱啊 纯善纯美的这个义人 他们是没有罪的 是没有罪的 因为神罪早到的时候 那么这个罪呢 是从亚当和夏娃犯罪开始起来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想一想 圣经里怎么介绍 让我们认识到人的本质 这个我们后面加上去的这个人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 这个现在的人 这个我们的本质和我们的罪性的 那么看一下这个圣经里 他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 然后第十七节 是这么说的 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神他爱人 他爱创世纪的夏娃 亚当夏娃 对不对 那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的时候呢 会给儿女们做一些准备 因为在过去的农村里 生产力不发达 然后呢 儿女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去开始的时候 在十八岁二十岁 到了结婚的时候 然后可以张张着着 赚着钱去自己买房子 去租房子 没有这个能力 他们也是 他们这个神呢 最早都是造了亚当夏娃了 他就给他准备了个园子 然后这里面呢 水啊植物啊 什么都有 但是给他定了一条规矩 也就给了一个命令 就是这个园子中央 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能吃 这就说这个意思啊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就是说他是吃了以后 就是神会把你处死的 也可能吃这个果子的时候 给堵死了 也可能啊 但是他没说那个啊 那么我们这上下门看 还不是把他堵死的 而是说你吃的时候 那么你就可能丢失 你给那个有灵的活人 那个灵就给拿掉了 那么甚至说 你的肉体的可能 也可以处于死亡的 那么再看一下 他这个 那么他这个 在这个罗马书 对不是 那看一下这个 这个创世纪啊 然后第三章第六节 他第二章完了以后 他第六节 于是那人 见那颗果子的果子 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 切实可喜欢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了果子来吃 又给他丈夫 丈夫 他丈夫也吃了 OK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情况 是说 那个这个亚当夏娃啊 他们都住在园子里 他们就会被那个 那个这个大蟒蛇啊 就是说那个魔鬼啊 去诱惑他们 诱惑的时候 他就对神的命令 就忽视 然后呢 就软弱嘛 结果呢 夏娃吃了 然后让他丈夫 也吃了 OK 那么刚才不说了吗 你们吃的时候 必定死嘛 那么这是神的命令 从哪来呢 是神给他们的命令 神给他们定的规矩 那么 那么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是法律啊 OK 有刑法 有各种各样的 你看你强奸啊 杀人啊 什么各方面的 偷刀啊 这都可以触犯法律的 那么触犯法律的话 一定会定罪的 一旦这个 就被起诉了 那么亚当夏娃呢 那个时候 他们最早的人 没有给他 调调宽宽地 定了个法律 但是神告诉他们了 OK 实际上他们已经犯了 这个罪 那犯了这个罪呢 本来神告诉他 你是吃了以后 必定死的 对不对 那么呢 他们不知 他们就吃了 那肯定这个 就是犯了罪的嘛 那个罪 就是已经到了 他们身上戴上了 他们那个时候 犯了罪呢 那肯定是罪犯 就是罪犯 那么罪犯呢 他们也可以说是罪人了 OK 就是罪人了 那么吃这个 就是因为 他们 就是那个时候吃了 就把这个罪 带到他们身上了 那么这个罪 那么是因为 是始祖犯的罪 那么这个罪呢 就带到他们身上了 也就是进入 他们的骨髓 进入他们的DNA了 进入他们的身体了 是吧 他们灵魂上斗罪了 然后呢 这个呢 它是所有的人类 从圣经上讲 它告诉我们呢 都是从亚当下巴翻车来的 可以想想 我们现在就是 你自己的爷爷奶奶 老爷爷老奶奶 再老爷爷老奶奶 然后姥姥再老了 老了 一样往前上 你推推推到前面去 那么 圣经的讲法 他们也没有考古 比如说 这个从非洲起源 什么其他起源 那么讲的最简单一点 就是从亚当下巴开始的 那个罪就来了 那么这个罪来了以后 那么就是 人类的本质 从纯善 纯真 纯美 圣洁公益 怜悯 那么就是亚当 他一次下巴 吃了这个经果 然后就把这个罪 就传到了 一代一代 一代一代的 就传下来了 就像这个 这个罪 就像我们身体的DNA一样 它可以传 就像我们身体的 线粒体一样 从母亲来的线粒体一样 他一代一代的传 是不是 那么这个罪呢 我自己认为 除了这么个传法以外 其实呢 也包括我们的文化的因素 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吧 那么方方面面的 其实呢 甚至我们自己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 那种 这种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 我记得中国呢 这个 台湾有一个 这个 这个老先生 叫博洋 他写了一个 丑陋的中国人 那个呢 其实呢 我们华人 不管走到哪里 很大程度上 每个人都会 带一些那个东西 是吧 讲康文化 对吧 是不是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保罗 在罗马书 第五章 第十二节 他有个描述 他怎么说呢 他说 为此正如罪 是从一人进入世界 死有从罪而来 于是死就临到所有的人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所以呢 我们 每一个具体的人 对不对 我们都有从始祖那里 带来的罪 OK 那么呢 这个 我们这个 有神 我们这个 有时候不承认神的存在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贪婪 我们骄傲 贪婪 这个嫉妒 好饮 懒惰 懒惰 这些 好吃 好吃懒惰 还是这个 这都是罪 当然我们现实中 犯了这个罪 更是罪 更是罪 所以呢 这个 所以人类的 从我们的本质上 我们从 纯善 纯真 纯美的 开始造的人 因为亚当 下瓦 投石了 金国 然后违背了 神的命令 那么 那个时候 那么 一下子 这个罪就进入 这个原始 这个身体里面 那么通过各种的途径 然后就一代 再就传到下面来 那么呢 那么 这种 这种罪 不仅传到了 不管你是在非洲居住 还是亚洲居住 还是美洲居住 那么 每个人 都是从士族来的 所以呢 这个罪 就是一直人都在 那么这个罪 同时也说明了 什么事呢 人呢 这个 一个肉体的人 没有这个 经过 这个 这个 神拯救救赎的人 对吧 那么呢 我们这个罪 是没有得到宽数的 这个罪 一直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有的时候 这个罪性很大 那么很大的事 就引起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非常痛苦 内心的纠结 然后呢 如果和别人一起生活的时候 夫妻之间就会争吵 会大起来 OK 那么在工作单位里 你和同事不合 然后 那么表现在社会上 那么可能就是 社会的这个 纷争啊 然后这个 很多问题会出现 包括现在这个瘟疫啊 还有这个战争啊 这个各方面的 下面我们会谈到 他继续深入谈这个问题 好不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圣经到底啊 这个 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呢 知道啊 人啊 这个 让我们认识 人和人人的 本质 是个 和我们的罪性 对吧 那么要把这个事 我们也要认识清楚 那这个呢 使我们 人能够谦卑下来 信神 寻求神 然后跟随神啊 这个 一个基础 理解这个 我们人的本质 和我们的罪性 啊 对我们这个 人生呢 都是 生活 都是至关重要的 好不好 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爸父 啊 我们知道神 你是造宇宙万物的神 而且按照你的形象 和样式来造人 因为我们的师祖 啊 没有这个 按照神的教导去做 违背了神的命令 然后呢 犯了罪 而成为原罪 这个原罪呢 通过啊 这个义人 啊 这个 他们亚当 夏娃夫妻 然后进入我们 每一个人 那成为 上我们 现在世上的 每一个人 都都是 带有罪性的人 这就是我们 成为一个 最本质的特征 也让我们 不仅是单人 还是夫妻 还是在这个 社会上 一个群体 整个人类 都是 一个人是罪人 一个人类 也是实际上 也是一个罪的人类 让我们一起 在你面前悔改 然后求神饶恕 一生大宝风 爱我的猪 耶稣记得没有 拜拜